40页 2-2 范例4 停在十字路口的B车 当绿灯亮时加速前进 同时另一车 A车以一定速度穿过十字路口 其速度对时间关系如图 9 第一小题 B车最初的加速度 那题目是所谓的VT图 也就是速度对时刻做图 那分为点线面来看的话 它的点代表的就是 某个时刻的速度 某个时刻的顺时速度 那它的线也就是我们看的是斜率 斜率 它的斜率VT图 VT图的斜率代表的是加速度 那有分为割线和切线 分别对应到平均加速度 以及顺时加速度 那面呢 就是各位熟悉的面积 可以对应到 VT图的面积 可以对应到位移 这样子 那第一小题 最初的加速度 最初的意思就是 一开始 一开始的意思就是时间为零的意思 那时间为零的加速度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时间为零时候的顺时加速度 那就看看它的切线斜率 那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它的切线零 在时间为零时候的切线刚好是 跟时间到60秒这条线的斜率是一样的 这一点叫做时间为零嘛 那这时候的切线就是绿色的这条线的切线 那这切线斜率呢 就会代表了 平均 就会代表顺时加速度 那结果在零秒时候的顺时加速度 却跟零到60秒的平均加速度是一样的 60在这 因为它的切线斜率跟这条红色的割线 这条红色的线的斜率是一样的 所以结果就会是算它的斜率 也就是60秒时候的速度 9 我们再写得更清楚 60秒时候的速度标示成V60 0秒时候的速度标示成V0 那再对时间做平均 结果是9去减0 再除上60秒 结果是0.15 那要注意的是单位 加速度的单位跟速度不一样 加速度的单位分子的地方 是速度每秒几公尺 分母的地方则是时间 所以时间除了两次 最后就变成了0.15 所以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第二小题是当在几秒的时候 速度为时间为几秒的时候 B会赶上A 那此时两车离十字路口是多远 那这里要有一个概念是 虽然VT图的面积可以代表位移 但我们无法从VT图中去看出出位置 除非题目有再另外叙述 看不出出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从面积得到位移 但是呢 这个位移是从哪里 位移到哪里却不知道 比如说 假如停物并没有告诉我们 A车和B车的起始位置 出位置 那A车有可能在台北 B车有可能在高雄 然后结果他要问两车离十字路口的距离的话 那很明显的 A车一开始在哪里 可以随便定 虽然说我们可以从他的位移 从他的面积找出他的位移 但是呢 却不知道他一开始在哪里 所以 必须要从文字中 题目的文字中去知道说 他的起点在哪里 这样才可以去算 他到底后来走到哪里 那题目有没有说他的起点呢 有 有提议知道说 他们起点是相同的 也就是在十字路口处 我们写成出位置会比较精准 都是在十字路口处开始运动的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当A车的位移跟B车的位移是一样多的时候 就可以追上 如果没有起点位置出位置相同的话 就算A车的位移跟B车的位移一样 那说不定两个都是位移100公尺 但是一个是在高雄位移100公尺 一个是在台北位移100公尺 那 还是不会追上啦 所以 一定要有 起点的条件 的资讯 我们才可以判断是否追上 好 那现在我们要求在第几秒的时候追上 那要让他面积一样 我们可以设 T秒时候追上 在这个地方画下一条线 这个地方是最低T秒 设 第T秒的时候追上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 A的面积 A曲线的面积 就会是 这样子 那这样子 这块面积代表就是 A车的位移 那也就会是6T 然后 B车的位移呢 就会是 这样子 那它会是一个T席面积 它的上底是T减60 下底是T 所以 B车的位移是 上底T减60 加下底T乘上高 9 这一除以2 那结果这两个相等的时候会追上 那B车的位移又可以写成T 减30 再去乘以9 也就是9T减270 好 那么 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那就是6T 等于 9T减270的时候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T会等于90秒 所以这第二小题的第一小格 在时间等于90秒时 两车位移相同 两车位移相同 而且他们的起点一样 所以他们会追上会相遇 那这时候的相遇 这时候相遇位置跟 一开始的起点距离多远 再把它带回 位移的这个面积公式 所以就变成了 6954 这是第二小题的第二小格 再来呢 第三小题反而比较简单 在几秒的时候 两车速率是相等的呢 然后也一样要问这时候的相距是多少 我们的电脑的好用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去复制一下这张图 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是要问什么时候相遇 什么时候速度相同 那速度相同的意思就是 在这张图上的速度一样的时候嘛 那结果就应该是在40秒处 在40秒处可以看到的是 A车的速度是6 B车的速度也是6 所以第一小格 第三小题的第一小格 从图中可以直接看出来 时间为40秒时会速度相同 那此时他们的相距呢 此时他们相距多远呢 那就是一样 我们要用到看他的起点是不是一样 他的起点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由他的位移相减 来判断他的相距 相距的距离 出位置相同 所以相距就会是 两侧位移相减 一定要出位置相同才可以这样子判断 否则的话像刚刚说的 如果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 就算他们的位移被算出来了 但一个是在台北位移 一个在高雄位移 他们之间的相距还是 要加上一开始台北到高雄的距离 所以一定要知道他的出位置 这个没有办法从图中看出 要从文字中得到 那这时候呢 如果是40秒的时候呢 他的A车的位移应该是这一块面积 那结果就会是6 4 24 240 那B车的位移则是 这一块 三角级面积 结果是120 所以相距就是120 2004-120 所以这是第三小题的第二小格 第一小格是40秒